记住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月26号周四啊 美股稍微开盘 感谢大家的first 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员联合国 大家带来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美股期权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啊 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到初五了啊 那很多人可能也陆续的回到了自己的 或是准备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我们也看到各位同学也慢慢的回来到 加入到我们的公开课里面啊 感谢新老朋友新的一年对我们的再次的鼎励支持 那简单的美股生命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由他学的自己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好 还是来看一下整体市场的一个情况啊 那目前大盘我们说过冲高回落啊 或者说健康回调啊 或者说阴跌啊 这其实都是完全可以形容 当下市场的这么一个节奏的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是 大盘在微软的财报之后 是出现了一定的抄底的情绪啊 出现了一定的抄底的情绪 尤其是在昨天 几个重大财报的带动下啊 我们看到美股今天早上是大幅的上扬啊 大幅的上扬 那可以看到期货呢是真真实实涨上去的 但是呢 整个标普牌指数啊 预计一会儿是高开啊 那尤其是我们说到的特斯拉啊 特斯拉 那昨天我们也专门对特斯拉做了一个讲解啊 那我们首先说了特斯拉是不适合在这个位置直接做空的 当然了我们依然保持是一个奉告做空的这么一个思路啊 那以特斯拉这种财报的这种套路来说 很喜欢啊 让很多人很难受 如果说之前有人跟着这个新闻 负面新闻追进去杀空的话啊 周空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位置已经被套了对吧 很有可能这个位置已经被套了 所以啊 我觉得做空的时机点位把握也是非常的关键啊 那今天看来 所有板块在特斯拉的带动下还是有一定的领头羊的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一个单独的或个别的这么一个行情啊 又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集体的行情 这是一个 另外的话 我也不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持续的行情啊 那我们看一下大市值公司 市值排在前10的 我们看就用那个daily chart来看吧 把它换成 对吧 特斯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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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 天早上是高开 来到160啊 那我们说过160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做空的位置啊 所以今天早上高开10%啊 那我肯定会是找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里布局一些空单啊 那当然了我们做空特斯拉 那当然了我们做空特斯拉 用的不是期权啊 当然期权也可以对吧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标的物呢 用的是这个ETM Tesco Tesco今天是一步到位来到60块钱啊 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价位 而且是平台支撑的位置 从高位回调下来接近40%的回调啊 那我觉得这个回调是比较大位的 对吧 那我期待这个位置慢慢出现稳定 然后可能接下来特斯拉的估值还是会受到更大的挑战啊 同时我们看今天早上涨幅榜里面也有特斯拉的 涨幅里面 啊他录者今天不多啊 他录的只有一个VF 大跌 嗯 LC也是跌了 然后这些目前看来VFI我是比较感兴趣的 但这个新闻我还没有去了解 你有看什么情况 而另外的话呢 他Gainer 涨幅里面也特别的多啊 尤其是整个电动车的带动 那不仅是电动车整个互联网估值 全部都带动起来了 因为特斯拉的原因啊 我们特斯拉今天大涨 百分之九啊 那我觉得 有逼空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呃那之前我们昨天也说过 市场 这个阴跌下沙这么凶 然后呢反攻当然也会非常的凶狠啊 那正是因为这样的阴跌下沙 然后导致这样的反攻 对吧 那这个反攻往往可能会持续或是延续 甚至可能会非常极端的行情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比较极端的行情 然后刚好来到关键性的阻力位置啊 我觉得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位置 有没有再一次布局做空的机会 那特斯拉我们其实喊空喊了一年多了啊 从整个22年开始 我们就是一直在看空特斯拉啊 那特斯拉也从22年啊 甚至从21年的高点出现之后 22年一直往下跌 尤其是后半年开始发力 最近也是下沙的比较厉害 那我觉得反弹到200也不为过 是吧 200从周线图来看从月线图来看 依然是一个关键的 之前的支撑 现在变成阻力的位置 就算反弹到180 反弹到200 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 对吧 一点也不过分啊 但我觉得长远来说 特斯拉的估值 依然才会是受到挑战的 虽然成长性很强 虽然这次财报也给了 一定的这种定心丸 对吧 强行针 但我觉得影响不大 对整个趋势来说 那整个趋势目前还是一个 慢慢不断回落的这么一个节奏啊 因为我们看到啊 今天也有大量的数据啊 那经济相关的数据并没有看到 萧条的这种指引啊 所以在通胀的前提下 经济依然还是保持的比较高 这个健康的这个稳定性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对吧 这个就够了 这也是可能美联储希望看到的 包括市场希望看到的 那如果美联储这边接下来加息 周期将会提前 甚至在二三年达到一个顶峰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通胀对经济又没什么太多负面影响 那可以说明这个美国的经济啊 没有硬着陆 甚至可能来远软着陆都不能算啊 成功的一个过渡对吧 那最后的话呢 大盘啊 将会在二三年年第一年第一个季度 产生一个非常好的 这一个季节性的这个入场的机会 就是我们说的一月底二月初 甚至可能二月底对吧 整个二月份我们看到头尾两个可能都会很好的一个机会 呃 然后这边可能会有复续一场整年的这么一个布局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边呢我们先不管大盘什么时候触底对吧 那我更多关心的是个股啊 所以这边呢我们如果大盘底部慢慢的稳定起来的话 我觉得个股机会会特别的多 如果你要做大盘一年做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如果说你做个股的话 一年你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回吧 啊 因为很多股票它有单独行情 它可能一年翻几倍都有可能 对吧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用的就是抓股 抓个股啊 怎么去抓这好的股票 这我们也给过列表 中长线列表里面 这都是好股票 从周线图来看月线图来看都是跌无可跌了 然后开始做圆弧底的 那这些一旦爆发起来可想而知 当然有一些我们看已经爆发了 被收购的也有对吧 慢慢走出自己趋势的也有啊 那这个漫长的这个圆弧底啊 或者说经过一整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下跌 那已经是跌无可跌慢慢的起来了啊 慢慢的起来了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对吧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股票 我觉得这里面遍地都是黄金啊 遍地都是黄金 当然了特斯拉这种股票的话呢 也干注度非常的高 想要在这里面火中取利 或者说这么热闹的地方 想要把别人的钱拿到手 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啊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的操作确实是有难度 但是之前的做空也是有难度的 现在做空也不容易啊 但是呢 还是要非常非常投机取巧 有这种技术啊 耐心 包括各方面综合的实力 要不然你觉得正常一个人随便都可以赚钱 那大家都可以赚钱 是吧 啊 那那你的钱从从哪里来 对吧 你的钱肯定是人家亏给你的啊 那你要要赚人家的钱 那你就必须要有一定的长处 要不然没有优势 没有长处的话 怎么去赚别人的钱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点 大家可能要注意的啊 那另外我们看今天 涨跌幅榜里面 有非常多喜人的对象啊 有不少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对吧 至少三只就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啊 那除去我们的关注对象以外 今天涨跌幅里面有37只啊 目前 你看涨的比较前的还是一些小小的烧股票啊 那特斯拉的带动 包括这边中概股的带动 包括还有数字货币股的概动 这其实都是对估值有一个很明显的拉动啊 那讲到估值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说SRK这个ETL 对吧 你SRK这个ETL最近是跌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我们也是非常喜欢的位置 在 你看反向指数一天啊 跌到45啊 我们非常喜欢的位置 对吧 那45附近 我觉得就是关键的支撑位置 这个位置是可以介入的 是可以介入的啊 那这个位置我就介入之后等待 持股等待 拿一段时间再看 观察一下啊 那这个位置我觉得反弹概率会比较大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算 最终这个趋势已经改变了 我觉得 可控的风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少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最大也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反向指数 我们看到最近虽然大盘有点凶狠 特斯拉有点猛 但其实反向指数很多都已经来到支撑位置了 所以这边大家要小心 大盘随时可能会有一定的冲高回落 那依然这边我们看到虽然是出现了一个高点 但之前我们看到也出现过一个高点呢 大盘的这个位置也出现过一个高点 然后日内就直接反转下来了 哗啦啦就跌了几百个点下来 当然现在市场大盘又似乎想要再上工 那很快日线级别又会出 超买 一旦日线级别出现超买 我觉得这些大盘 这还是凶多吉少要小心 是吧 还是凶多吉少小心啊 那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嘛 然后呢 另外我们再看这边 本周的后续的一些事件啊 那我们看周四大量的跟特斯拉相关的股票 都带动起来了啊 今天我觉得很好的吧 很好 来到160160以上 我会结合一些短线的一些思路 进行啊布局 当然呢 这里我们一会儿会讲 可能不是很好的期权的 买期权的作风对象啊 但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别的方法 是吧 然后呢 周四我们还有大量的传统价值公司 财报也不差 今天盘后还有intel 这都是我觉得很好的卖put的对象啊 基本上我们看这边 跟着特斯拉一起财报的都在涨 对吧 都在涨 然后今天当然呢 我就也会有分化的行情 有些估值高的 然后呢通胀受 这个受通胀消费影响的 都还是要小心 今天盘前呢 我觉得涨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现在盘后intel visa我觉得还可以 其他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然后周五的话呢 有大量的一些传统价值相关的公司啊 那这边我觉得还是要揪揪揪的特斯拉 我们还在详细讲一讲 特斯拉今天高开 160 那如果做空的话很简单 我们就是要看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 短线如果要找做空入场点的话 对吧 就是看VM 那现在已经刚好开盘了 我们直接看一下 五分钟的VM或一分钟的VM 看你的四个软件是什么了 五分钟的VM 如果说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VM 现在还是在160左右啊 可能需要走过几个五分钟 你才能更加明确 那如果说你要提前 或者说开盘就直接做空的话 可以不是不可以 只要出现一个五分钟半 或者说一分钟半 然后呢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 高点 你就可以以这个高点作为止损点就做空了 目前我们看到高点是161 对吧 那太好了 这里就一块钱的空间 然后呢去做空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冲上去了 那你就坚决止损 当然这是一个短线的思路了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的是一分钟 五分钟的图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要 一个更长远的思路去看 首先我们要来到日线图 160块钱这里是不是一个关键的支撑 阻力是 原来的支撑 现在破掉之后变成阻力 能不能再往上冲一冲 完全也可以 那160块钱这里 如果说日线级别 找做空机会的话 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更多要参考 短时间级别的一些确认 那如果五分钟这个bar 这个是收跌的话 那就放了很大的量 然后结合这个量来说 再也站不上bf的话 我就觉得这里就是 很好的一个做空点 那这里当然了 观察越观察越好 观察越多 越多数据越好 你这个数据越多 观察越多 然后呢更有确认性 当然你可能会错过很好的 这个点位 对吧 像你开盘160亿杀进去 做空多好 对吧 像刚刚盘前160亿杀进去 做空太好了 但是不一定能够 每个人都买在 或是卖在最好的位置 但我觉得 再走个五分钟 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 还是以这个高点 我觉得可以考虑布局做空 对吧 那如果布局做空的话 有什么方法 昨天我们也说过 特斯拉有可能会高开逼空 然后呢 千万不要提前布局做空 等他高开逼空之后 再做空 就是最好的选择 那昨天这里期权策略报告 当然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些点 这些策略报告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物 但是呢 他不会考虑到很多市场的因素 更多是大数据的一个集合 给出的一个参照 那如果大家要卖cover call的话 今天这个策略 其实cover call也可以 卖pun的话 其实昨天有很好的回报 但接下来我想说的 不是说这些策略 如果说这里我们要做空的话 用什么策略最好 当然首先 可以买pun 对吧 但是put非常的贵 期权这么贵的行李下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适合去买期权 对吧 不适合去买期权 大家就不要去买期权 卖期权就得了 卖期权就得了 包括今天盘后的intel 我们也是同样的态度 卖期权 visa也是卖期权 如果你看好它卖pun 如果你不看好它卖call 当然卖call的话风险 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对这种大的公司来说 当然可能风险也是可控的 对吧 我们先看特斯拉 理论上风险是不可 这个无限大的 对吧 那实际上风险是可控的 特斯拉这边 如果我们要做空的话 有非常非常多的策略 我们刚刚说的long put 不太划算 非常的昂贵 对吧 买一个put一千多块钱 两千块钱的 你就没必要 另外呢 如果要缩减这个成本的话 可以做一些spread diagonal ratio 然后credit spread 这个put vertical都可以 那如果要进行short call short call vertical 也是可以很堪考的策略 那你不仅这个策略呢 不需要说去支付任何的 这个这个费用 而且你是可以收得 期权权益金的 那比方说你这边可以就卖 明天到期的160的po 就作为你做空了 赌它不会超过160块 对吧 那你就要卖下周到期的 也可以更贵 那你赌到下周 不会超过160块 那他就是这边 你收回500块钱的 这个最大回报 然后呢 潜在风险 如果他一直往上涨 那你风险就是无限大 那如果他不涨的话 你就收回500块钱 那除了说你不用给钱以外 你反而收了钱 那我觉得这是 卖价策略非常好的一点 同时你的胜算 也会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股价赖在这里不动 你也是赚钱 对吧 你也是赚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short call 等于是不看涨 不看涨 他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他跌了 另外一个是他没动 或是没涨 或是没怎么涨 都算你赢 只要他不大涨 你都算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bearish策略 里面short call 或者是加一腿 做一个call vertical 甚至call 这些高级的策略的话 大家也可以考虑去进行操作的 当然这些策略越复杂 或者说越多腿 就会越麻烦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还是多先学习一下基础的知识 再考虑去做这种高级 或者是复杂的一些策略 这边我们也可以看看大家的问题 这边大家提出了非常好 非常多的问题 感觉大家慢慢都是 慢慢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也开始看盘了 Waysmanagement很好的公司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分红稍微少一点点 这股票主要还是吃分红 并不是看它的股价的成长性 更多还是看分红的 年后大盘 我觉得过完新年之后 中概股可能会有步行情 然后中概股的行情 看看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也会冲高回落 跟着美股一样 总体来说 可能还是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度 回落下来之后再看怎么样 这可能是我认为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一个地方 然后的同时我们再看一下 美股充高回落之后 大家可以考虑低息 对吧 可以考虑低息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SARK 大家也可以也在问这个SQQQ 对吧 做空这个 SQQQ 我觉得也在支撑位置 40块钱左右 这个支撑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就是 ARK SARK 这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对吧 这个SARK 45块钱附近 当然40块钱这个我已经破了 下一个支撑呢 就是在43左右 刚好就是这个 4345吧 如果大家要横向看 更多的平台支撑的位置的话 就是在这里了 特斯拉卖一个远期的COSPR 也可以啊 卖远期的话不好说 卖近期的话更好把握一些 我觉得啊 那就参考今天早上这个高点 160 161只要不过就好办 刚刚我们看到 瞬间是拉上一点点啊 那这个刚刚是放了好大的量砸下来 那这里又放了小一点的量 然后拉上去 那这里来回的拉扯 如果这里过不去的话 可能就 这边这个高点就出来了啊 我觉得特斯拉的股票可能会比较 来回拉扯一下 比较比较凶狠的一支股票啊 并不是说 这个行情很容易轻易的 走出来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吗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TESQ TESQ呢 今天也是跌了 我觉得TESQ跌到60块钱附近 还是很好的机会啊 可以考虑一下 另外同时我们看到 有同学问到说 对卖一个COSPR 卖一个远期的 卖COSPR是可以的 卖远期的话 就跟近期 一个是更好把控 近期可能更好把控 远期可能没那么好把控 因为远期 各种可能性都会发生 当然远期可能会更贵一点 你所冒的风险更大 当然回报就更多啊 特斯拉怎么做 Pulman cover Pulman cover call Pulman cover call 其实就是不买股票嘛 很简单 那你就是做diagonal call diagonal 就是等于是Pulman cover call 把买股票这部分换成了期权啊 就等于说买股票的资金 买100股 特斯拉的资金换成了 直接买一张期权 一张期权可能几百块钱 一两千块钱就搞定了啊 SARK跟TESQ两支都在支撑位置 这两支完全股性不一样 SARK可能稍微 没这么凶猛一点啊 我觉得TESQ的这个股性 更加的激烈一些 我们看到这个幅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两个完全是股性的不一样啊 当然的方向基本上是同样的 大致的同样的大致的这个方向啊 PGEN昨天呢 这个股票 其实这周我们都是在关注 这次股票PGEN 我觉得一个大的前提 首先这公司基本面 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长远我是看好的 除非有什么大的基本面 Fundamental Analyst的改变啊 要不然我觉得股票 首先我认为任何回调 或者说在支撑位置 都是找机会入场啊 那就是这一个 这是这一个 然后包括今天早上的VFF 我刚还没有看这个 具体新闻是什么啊 但PGEN 我是看了这个新闻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我们看这个是 VFF今天是蒸发的吧 蒸发那蒸发 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但是这个已经是图形上支撑 可能有点麻烦 不太适合一般人去介入 我觉得PGEN的话更好一些 因为它有更扎实的底部啊 今天怎么看 昨天这个新闻 我觉得也是属于蒸发的新闻 对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借消息蒸发 借消息蒸发 股价稀释了 用小药股最怕就是增发 一旦增发 这个股价就会稀释 股价就会跌下来啊 但即使是负面的消息 我们看到这个两层解读 一个解读是先不管那什么新闻 这个支撑没破 那基本面没问题的话 那就是看好这个圆湖底 继续再走出来 那另外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虽然说这个新闻负面 但也没有这么负面 而就算负面的新闻 它也没破 那不负面的新闻 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再过多的担心 所以无论怎么解读的话 我觉得这个新闻 就是一个建仓的 很好的机会啊 就昨天我们也提到了 对吧 昨天是报了好大的量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支股票也是我们百万计划 里面的一支选股啊 另外我们看snapchat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圆湖底 非常漂亮 可以介入啊 然后IYG 可以看到我们开年 跟去年可能不太一样了 我们去年是建议大家 小心小心逢高做空 那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在平时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很多股票都可以开始建仓了啊 因为时机不一样了 对吧 时间不一样了啊 整个市场的改 也是在不断的转变 IYG这个是国际银行 我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 分红基本上不够看 更多可能就是吃一下股价的成长吧 我觉得这个股价成长性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嗯 再观察一下吧 好吧 我觉得这股票已经涨很多了 你不要去追了 我对他也不太了解 物质可能是便宜的 但是能不能再涨更多 我觉得不好说 这个看大盘 这种股票可能更多 会跟大盘多一点点啊 跟这个利率 跟欧洲央行吧 这个应该属于是欧洲的 欧元区的这个银行吧 对吧 没记错的话啊 好 那今天先讲那么多 那祝大家一个愉快的交易日啊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I'm next time chigren in step off 这边如果带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继续留下来 假设有功能信息 可以拨打Festway的客户专线 电子邮件 以及官方微信符号 Festway横杆685 无环三十六万件商 真正义的名义商 那我们明天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